即是计划 就是思考 你喜欢的 真是你讨厌的 顺着你的烦恼 违背你的烦恼 你的烦恼是什么 坦诚痴吗 这叫贪计 贪计是不善的心 不善的念头 贪而无印 是所谓我之业 这个东西可怕 这个东西是轮回的根 你为什么出不了轮回 你有这个根在 这个根根深蒂固 贪 持计较 爱乎被持 顺就生爱 微就生称 爱是贪 贪爱 为是称慧 得到了就爱 得不到就称慧 他的根就是愚痴 愚痴是不知道四世真相 不知道人生是个梦啊 金刚经也百念了 都不起作用了 念到要能起作用好 常常想到 凡所有相 见识血亡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不如梦幻泡影 一切法 无所有 鼻尽空 不可得 讲得多清楚 多明白 真的明白了 我们在日常四 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跟人就不一样了 我们修净土的人就知道啊 齐心动念就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无法想象 无法言说 他教你能在第一声当中 聊生死出三界 往生极乐死 一生臭腹 大道究竟愿吗 没有一个法门能别 这整天 别的法门也会到 但是要很长的事情 这个法门很快速 你就得到啊 所以 种种分别探注 具体多于烦恼 像这些话 都要常常放在行上 那往生论云 远离 我心 探注 自身 这个心是往心 这个心 杀了一眼 那探注自身 不知道自身的真相 想到现在的科学家 科学家知道了 他探不探注自身 他还是探注 不得受用 所以他是知识 他不是智慧 佛法不是用科学的方法 正当的 他用禅定 禅定 甚深深禅定 他见到 此事真相 见到之后 他不再探注了 他得自在了 他得清凉了 原理 无安 众生性 佛菩萨 慈悲到基础 自己成就之后 看到 变法界 虚空界 万事万物 更过是一体 众生里头 有觉 有迷 觉悟了 有成就 还有很多 迷惑 颠倒的众生 怎么办 我们要帮助他 得到安稳 这是悲心 把一切众生苦 包括有我 去原理 无 那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要有 安重身的心 这是慈悲 你自己明白了 你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为什么没有障碍 我做这些好事 不着想 不着想 就没有障碍 着想 就会障碍 着想什么 就造三善业 将果报在天道 欲解天 色解天 无色解天 到那里去了 做一切善 心里头根本没有 像没做一样 这就 不多 想想到 那我们念佛的人 好 无论断卧修善 心里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我们的路 绝对走 几路行 那不会是 荷兰快乐 这个中游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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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